你好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達羅P圖對上日本人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張地圖是阿拉伯 藍色的部分是我們的達羅P圖 紅色的話是日本 那我們先來講日本的一個文明吧 日本文明的話 採礦營地 還有這個模仿 還有伐木場的優惠價是半價 非常省的一個文明 省下來的資源可以在前期拿到一些不錯的優勢 例如可以多灑一點甜 或者是偷偷多補一個兵工廠 射箭廠之類的 都是他前期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再來看達羅P圖 達羅P圖前期的優勢是 封建時代的時候會拿到兩百目 每升一個時代都會拿到兩百目 那這個兩百目的效果到城堡時代 跟封建時代的時候是幫助效果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海圖 可以多一個漁港 或者是多一個戰劍 或兩艘戰劍的一個差距 可以容易打贏海戰 達羅P圖的一個優勢呢 是可以讓他補下更多的農田 讓他前期就可以高速上城堡時代 比較不會容易輸給其他玩家 跟文明 那這個木頭的優勢在前期打快攻的時候也是蠻好的 因為可以快速補下這個兵工廠 讓自己的這個戰矛跟小弓 射成有一個優勢在 容易打贏前期的一個選擇玩法 除了這樣子 達羅P圖他的優勢還有這個戰矛 戰矛的攻速是蠻快的 應該是全遊戲最快的一個文明 那除了戰矛之外 他的一個向東也是射出最快的文明 但是他比較悲劇的是他基本上沒有騎兵文明 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也沒有騎士也只有輕騎兵而已 毛相夫也不能升級 整體來說就是一個騎兵最悲劇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有這個補陣 就是他只要有城堡之後 帝王時代可以等一下烏之鋼科技 騎兵跟步兵的攻擊可以無視防禦力 這個傷害是非常誇張的 好打到後期我們之前有影片有看到 這個步兵對決的時候達羅P圖帝王時代 這個邊見兵直接邊爆一堆步兵 對方也直接傻眼 完全摸不到對方達羅P圖的單位 直接全部蒸發超扯 所以日本跟達羅P圖 兩邊的寶兵倒是比較厲害 有點好奇 但也不知道這邊這場比較會不會打 因為我也不知道後面到底是什麼情況 好前期也是 所以我們這邊來稍微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目前看起來達羅P圖這邊先下採礦領地 哇這個在前期是一個巨大的投資 他沒有先去補這個果樹蟲 我是全力吃肉 他這個打法算是很 很標準的一個要打 棒棒轉 欸轉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棒棒轉 小弓啊 的一個打法 欸但是這裡沒有補小 沒有補棒棒喔 欸這邊木頭是不是出了一點問題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採礦領地是不是早了 下得太早了 還是他不是要打棒棒喔 這個開局方式有點特別喔 好補到兩村了 那這邊可能不是打棒棒喔 是小豐囉 那我可能有點解讀錯誤喔 因為他如果要打棒棒的話 不太可能先下這個採礦領地 應該都直接挖石鏡而已 然後再去挖木頭 先補下去之後再去按棒棒 那日本這邊就比較標準 這是一個三棒棒開局 但是這裡沒有找到對手的位置喔 而且尷尬 這邊看到赤猴 在這裡應該有意識到 應該是往這個方向走 這裡有三龍帶竹子 好那這邊黃金補到一百了 然後先把這個村民放進去這個牧牆裡面 看起來是要直接跳小弓了 而不會出棒棒了 好 那棒棒過來之後 應該也自己會覺得有點太晚了 這邊 先到這邊到達時間已經封箭時代了 應該要馬上補下這個射箭場 去補這個 戰毛出來 這邊看到的話應該會看到對方在挖金了 那日本應該會十字八九知道 對方一定是打這個小弓 對 這邊補下射箭場了 結果這邊三棒棒 好留這邊 三棒棒過來 這邊 日本應該不會再升級裝甲了 因為他會去思考對方 已經比他早上封箭時代的情況下 就不會去補這個裝甲 因為對方很容易有出這個小弓喔 就抵制掉了他的一個裝甲布兵的進攻 哇 這邊果然是爽射箭場喔 剛剛才想說這個 WP打快攻也很強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一到通箭時代 這個多兩百木頭 就會多補一個射箭場 然後再去補這個兵工場 但是他這個打法 並不是以前古早時期的一個 二十二匹小弓的打法 那二十二匹小弓的話 要補到八斤 然後木頭要補到十 十到二十二 之類的 那這樣補的話很容易會斷村喔 好 那這邊大量的村民 要直接去吃 果樹了 OK 不然會斷村 因為他這樣補的話很容易斷 那這邊村民趕快補小弓 小弓的話 要到對方家裡直接騷擾 而不是要去防守家寮 但這邊已經看到這個射箭場了 任日本也知道 對面出小弓了 我來出戰謀反制 好小弓一過來 裝小弓 伺候直接上去硬砍 你們要長槍兵還敢出來啊 伺候表示 OK這邊直接收村開射 欸這邊直接撞TC嗎 小傷小傷 直接殘血了 好 但是這邊前面小弓開始在射 但是日本也是出小弓 也不是出戰謀 有 好那這邊 欸不是裝甲 棒棒直接回頭一棒 尻死了一隻弓兵 欸這個反打不錯 好應該可以先射死一隻棒棒 棒棒趕快射死 OK直接再貼一波 小弓真的很脆弱 真的要控好 棒冰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OK但是日本這邊也控不來了 直接送掉了棒棒 家裡補下一隻小弓跟戰謀 想要來反制 欸怎麼這裡少一隻小弓 是不是有一隻小弓被打死 好 OK那這裡該是可以砍死一村的 哇這邊鑽一村有點鑽喔 WP圖拿到了一村上級又是 那日本這邊村民是26村 對上WP圖24村 欸看起來這邊WP圖是有一點小小段村的 好兵工場補下了 就要趕快點一下這個一級射 那這邊喔如果他要打雙就是射線場的話 通常要補到八村喔 如果不是要全力產弓兵的話 那至少要到五金喔 五金或六金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這邊會斷弓兵或是斷戰謀 在情況下蠻多的 好一級射點一下了 那這邊一直在斷喔 有看到這個黃金樹沒辦法讓他自己支撐喔 這樣蓋雙射線場一一就不大了 如果他真的要全力爆弓兵的話 這樣斷小弓斷戰謀就不太好 但我覺得他有可能也意識到 對方也是要全力打弓兵防守的情況 所以就沒有再繼續產弓兵了 而是選擇停弓兵 然後再去補下大量農體 開始要去升這個藩寶石袋 這邊還有補一個馬 如果對手來的話 就可以按幾隻馬 直接硬砍他的一些戰謀 好東兵開始在繞了 先稍微加速一下 好東兵過來射一下 應該是射不到一寸 哇靠你真的射到一寸喔 呵呵呵 竟然射死一寸喔 蠻賺的 好那這邊戰謀過來 但是戰謀點少 這裡還有一隻刺猴 基本上刺猴可以無雙全部打倒 好刺猴直接開始過來砍 完蛋這只能後退 好工兵可以過來射木牆 上這個高地 好但是這邊有小弓喔 也直接繞了過來 哎呀要抓到一寸了 哇賺了賺了賺了 這小弓喔不虧 好但是戰謀 好直接跑掉長龍不過來 直接戳死 哎呀這個刺猴喔 是原定戰剛模式啊 好這邊一些工兵過來 直接營救 聰明被射了一下 無動於衝 繼續挖他的空氣 那小弓這邊看到自己 刺猴倒了 馬上立即撤退喔 這個對應方式非常好 這邊補下這個房子喔 讓這個工兵有沒有地方可以往前走 好這邊利用三隻工兵喔 開始往前 欸這邊圍的有點尷尬 這邊是直接圍到底喔 如果是這樣子圍圍到這裡 再這樣子的話可以省瞎解牧場 那可能是沒有碳的地圖 並不知道上面有一坨樹蟲 好這邊稍微秀一下操作 工兵稍微左洞一下 去躲這個箭矢 哇這個要死一隻喔 這個小弓可能要控一下 欸這邊來不及控完直接被射死 好小弓一直在射這個地方喔 讓這個伐木場的村民要跑得好好的伐木 卻十有點少到日本這邊 但日本這邊早就優先上到了城堡時代了 因為他這邊農田喔 撒得很早 這個農田一直在踩一隻手 反觀這邊達魯皮圖 這時候才補下正確的農田樹 十四農田至十五農田 欸應該算十二了 看農田樹有點太少了 只有十個而已 那正確都到十四左右 看這邊十五感是十六 難怪這麼早 通常會補到十四到十五 十六是有點多 因為通常打十到十六片農田的話 可以去打城堡時代的城堡 城堡時代的騎士 因為這個農田會有點太爆量 可以考慮去補一下這個滿舊出來 日本這邊 不然就是另外選擇就是 去停弓箭手 然後開始去補TC喔 那弱量的話是沒有問題 好 兩邊都是一個比較正常的開局方式 那你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沒有先補下這個輪軸技術 再去點這個城堡時代 而是先優先升級 現在這個是比較主流的一個玩法 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之前viper他們都會先教大家 這個2627春喔 去點這個輪軸 但是現在大家都不點喔 直接把這個15省下來喔 然後直接去升這個城堡時代 讓我蠻意外的 我也不確定到底打個比較好 但viper的選擇方法 是封建會點輪軸 但現在大家都是 移到城堡再去點輪軸 甚至是忘記點了 好 那這邊日本看起來是要打工兵喔 而不是要打這個騎士 好 那這邊補下大學 看來是要工兵一直線 奴兵的升級也升好了二級射一點喔 好 塔魯皮圖 這邊城堡時代還有三四廟 東兵繞到右邊想要打進去 這邊補下了一個料望塔 要來守住黃金地區 好 奴兵走進來第一眼 應該是會直接看到 這邊先稍微收村 唉呀 這邊有一村沒動 直接被射死了 小飛小飛 好 那這邊工兵 在等這個奴兵的升級 升級好之後 就可以稍微去騷擾了 好 這邊撈過來 但是WP圖已經插好一大堆料望塔 空塔到處都是 箭矢障礙這邊 直接硬點村民嗎 村民要趕快移動 哇 不移動的話 可能會損失大量村民 這裡趕快再補一個房子 這裡要補 哇 這邊日本損失慘重 要來硬點村民了 這邊稍微抖動一下 哇 這裡也太硬要了喔 直接被這個連環劍塔的一個射爆啦 哇 損失只剩到兩隻工兵啦 日本這邊有點被打回來了 這邊大量的工兵 直接進來 家裡也沒有戰錨 連戰錨升級都沒有 木頭直接斷到爆 齁 林木 哇 真的是日本有林木啊 好像也沒什麼違和感 林木先生 就是你了 日本 哇 直接裡木 什麼都不能做 弓兵 塞毛也按不了 直接到外面開TC 這邊農田也不能弄 也不能種田 也沒有瞭望塔 這邊斷金了 哇 完蛋 這一波村民可能要被抓 這個村民能挖嗎 我真的不確定耶 比這樣風險有點大 好 先反擊一下工兵 稍微卡一下這個金礦 讓村民不敢過來挖 欸 這邊沒在扣 這邊對手 直接移上去喔 讓這個高地搶到又是射光 OK 日本這邊解的還不錯 這個反擊能力還是應對還蠻快 好 那這邊再補下大量村民去挖木頭 好 這邊林木先生消失喔 WP2這邊居然是打相公啊 哇 相公的話就很棒了喔 對於打WP2來說是一大優勢喔 因為相公的攻速快之外 血量有多 血量230滴喔 弓兵只有幾滴 35滴 是幾倍啊 等一下 哇 六倍血量是不是 哇靠 那這樣真的是蠻猛的 好 那這邊大量相公直接 也沒有大量 就一直相公 帶有大量的攻兵 直接慢慢補了過來 好 這邊開始射射 一直射一直射 但是遇到相公只能撤退喔 因為相公血量太多了 跟他對撤是有點不明智喔 而且本身相公的防御也是高一點喔 一個是2加0的一個防御喔 這個2加0 欸不確定欸 這個2加0應該是 應該是遠防加2吧 這個是遠防加2它這邊顯示 欸對應該是遠防2沒錯 這個顯示有點不太清楚 啊對阿 是遠防2 這個是一個射箭的標誌 好 當然這邊 到P2除了出這個相公之外 頭車也準備好了 頭車準備好 出來開始硬砸 好 這邊 小心頭車砸一下 閃一下 欸 頭車頭車頭車 好 要控一下 聰明來修 聰明來修的話 這邊日本很傷喔 一台都解不掉 還被砸光 哎呀 巨慘 一隻相公就可以拖延到這一坨奴兵了 相公真的是蠻好用的 對於工兵大戰時候 一隻相公就可以牽制一些工兵 好 頭車在砸 沒砸到 在砸 很危險很危險 好 那日本這邊也要出頭車來反射 哇 這頭車輸讓我點多了 欸 結果這邊用工兵直接袖死了一隻相公啊 我想說奇怪這個相公怎麼消失在地圖上了 好 火車繼續 無情輸出 好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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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村民損失有點多 損失三村 還在倒 哇 死很多村啊這裡 好 現在頭車出來反射了 開始來互砸 哎呦 這邊是高地喔 稍微堵住了一點傷害 但是這邊弩兵有點尷尬 打誰都不對 頭車會被砸掉 踢地板 踢得好 兩邊都算打得不錯 哦 這邊稍微砸到一下 他有瞬間B日行喔 開了 好 那日本這邊工兵依舊在爆出來 哇 日本這邊很慘 這邊戰矛直接硬射 傷害是蠻高的 先射殘血的村民 看頭車在後面喔 因為想要把這個戰矛給堵起來 砸一番 哎呀 很痛 再砸一把 好 那這邊高地 有稍微站上去 想要來打優勢 但是這邊有這個 工程製造所 還是要小心一點 原因一出來就被投光了 再反擊一下 砸 哎呀 再來一把 再來一把 閃一下 哎呀 中了 好 好 日本這邊 簡訊被壓制的有點慘 但 WP圖這邊雙TC也是剛開一下而已喔 兩邊蹭迷術也沒有差距非常多 哇 這邊還找到一順 這邊爽 直接開始硬砸 哎 這邊踢 哎 踢得不錯 WP圖一瞬間反制 頭側 日本這邊 日本這邊 開始經濟跟不太上囉 因為這邊一直在修TC的關係喔 耗費大量的村民喔 去修TC的關係 所以木頭有點少 這邊 哎 3TC也開出來了 那對於日本的這個打法喔 其實有點危險喔 這個打法 對戰確解法應該是出 頭側一直打一直爽就好 那戰矛可能 按個幾隻 也不用按太多 用戰矛吃 用吃蠻多的 可以頭側一直出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出少量騎士喔 但騎士的話 又很容易被這個攻擊給射掛 這可能是一大難題吧 對於WP圖 日本這樣打的話 好 那日本這邊蠻聰明的 用了一些聰明 不是這個 這個戰矛 去燒老 但這個燒老的感覺效果也不太大 要燒老的應該是用攻擊去燒老 會更好一點 好 頭車一直在炸 感覺看不太出來有什麼特別 特殊的狀況 兩邊都是一直濃一直爽 頭車一直炸 欸 在這邊頭車 好 完蛋 這裡B的不錯 好 日本終於想通了 工兵不能放在家裡喔 還是要去騷擾 把一些壓力 轉告到大陸P圖家裡 會比較好一點 完了 你的一方 這就要倒光了 雖然有可能可以換掉一台 有換掉一台的話 就明明無虧了 OK 換掉一台 那這邊有持續用頭車 再跟對方做交換 但日本的村民宿 還是比較有優勢一點啦 WP圖這邊斷村 好像斷了有點慘喔 只有五十六村而已喔 偏慘 偏慘 真的是偏慘 好 頭車出來 砸一下 吃魚啦 砸一下 沒砸到 躲一下躲一下 回頭 翻 打 哎喲 好險好險 嘖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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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快跑 快跑 完了 這個被反制 掰了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喔 直接一砸已經砸掉了 因為有點是偏高地的地方 那個傷害有吃到 阿魯皮圖 直接頭車還在一直砸 日本這邊工兵 也是被砸到 生活無法治理 好了 硬砸 哎 沒換到 可惜 再來砸一把 可以 這應該可以 OK 換掉了 關掉之後 要趕快拿村民來修一下 哇 這邊要來吃大亨寶了 這個百分之來是大亨寶的節奏 單頭車的數量越來越多 哎喲 阿魯皮圖在玩命 哇 直接硬砸村民這邊 不能往前蓋了 我車我車我車 趕快跑趕快跑 哈哈 村民損失慘重 大亨P圖聰明只剩60村 好慘 哇 大亨P圖這一波本來要前置插寶 結果這一插沒插成 反正還損失大量村民 然後頭車站好像也慢慢打輸了 誒 這裡又打回來一點 一打輸 一說打輸又打回來 那日本這邊經濟超好的 村民樹已經來到111寸 基本上是沒有斷村的狀況 但達爾P圖這邊 由於在極限秀操作的關係 村民樹非常落後 誒 這一波換得好 誒 彈兵交換 這邊又換掉了 但上面這個換不到 這邊還要再補一些工兵 但我去直接硬打 唉唷 三隻奴兵直接藏 再射一下 誒誒誒這個這個這個 再補一下 3D血而已 三隻在嗎 可惜了 這個沒換掉 因為後面這裡有一堆工兵過來 日本有點顧不及暇 唉唷 完了 這邊 裝兵過來就BBQ了 哇 要死幾村了 大概五六村 跑不掉了 誒 誒 誒 我們有點歪啊 有沒有彈到水 誒幹真的誒 他打這麼久沒有彈到水 誒我彈到水是日本啦 誒 誒 奇怪怎麼那麼歪啊 比我的還要歪誒 OK 這邊日本要再邊高級蓋城堡嗎 結果DWP2要來蓋這城堡 哇 這邊二次蓋堡 是件好事嗎 這邊有頭車啊 村民玩跑 沒頭車要稍微細心一點 稍微要做一下操作比較好 看來這個城堡還是被DWP2蓋下來了 正所謂喔 失敗一次不是真正失敗 失敗為成功之母啊 就是他 終於讓他成功了 但是這個成功能讓DWP2打出優勢嗎 這個城堡有這麼關鍵嗎 說實在我也看不太出來 好 城堡蓋下之後 直接在旁邊站臨眼前撒田 右邊這邊蓋下了城堡 這高地堡可以守住這邊農田喔 還算不錯 這邊工兵過來直接抽 欸不是工兵欸 這個邊劍兵出來開邊啦 日本還沒有城堡 沒辦法出這個日本武士喔 過來防守 那邊劍兵想去哪就去哪了呢 邊劍兵過來直接開扁村民 哇很痛 聰明血量瞬間沒有 雖然那個是地下傷害喔 所以才這麼痛 基本上他的技功只有八功而已 比騎士還要少一點 開始邊開始邊 一直燒好一直爽 日本這邊重點一下帝王子彈 看城堡才剛蓋好而已喔 還沒有要來出日本武士 這邊要蓋這個城堡有點太慢了 邊界兵已經過來騷擾頭車 也直接往前硬炸 哎呀要炸了 有點痛有點痛 這個只能低調喔 這個蓋不起來 這一波城堡沒蓋起來 著死對日本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日本要趕快去補這個 日本武士嗎 沒有補日本武士 還在暗村民 這裡沒收村 火車 CC 母子環 看來是要來攻兵直下 不跟你打日本武士喔 日本武士跟兵建兵的對決有點想看 欸咋 這應該換到了 高地 高地減傷害 可以 同兵打這個兵建兵效果還是不錯的 但其實日本除了奴兵之外 還可以考慮打這個馬勾的 日本馬勾也算是蠻OK的 也是有這個全體的一個能力喔 品種也有 好術也有 然後也有這個 那個叫什麼 共裝馬勾喔 所以這個傷害來說也算是不差的 好日本的發展看起來是蠻好的 算是農得比較好的一點 村民術111多村 雖然剛才被砍掉蠻多村的喔 但村民一直有在補 所以並沒有造成極大的傷害 本來是達魯P座 村民術 八十村 然後天氣有點爆炸的感覺 八十村 然後地用時代還能點上 那這邊是全力ALL IN城堡 時代的關係喔 就會變成這樣子 好這邊要來解開城堡 來守一下這塊野精 日本這邊選的是強奴開 奴兵三級射 還有這個 手推射 都點下了 兩二級農田還沒有點 如果他能發現的話 對他經濟來說會更好一點 欸你工兵 工兵 仗怪來得及嗎 我覺得好像來不及耶 人家80%了耶 完了還不及 雖然可以燒到一些村民 但是要吃城堡傷害了 強奴快跑 對斜著跑 對斜著跑 好邊劍兵過來想要繼續邊 但是裡面有強奴囉 有強奴的話 其實邊劍兵的燒到效果就沒這麼好了 很容易被射光喔 好 那這邊轉出了 大量戰毛 戰毛是 不然按這麼多是怎樣 好 但大陸P2還在城堡時代 經濟很慘喔 完全沒有在點經濟科技 跟中 雙面斧 都沒有點 輪咒也沒有點 把這個經濟看來是要擰壓了 日本看來要用錢砸死對手 直接用工兵 直接去英典人家城堡了 有錢到這種程度阿 哇 還直接無視影城堡 看你沒有阿 他可能抓到對手沒有彈造血喔 直接想要硬走過來 對手打錯了 繼續 這個 這個日本強奴一直線打法 還算是蠻特別的 好 應該也不用去看什麼 經濟分析了 這個很明顯 打入P2經濟是大爆炸 資源上基本上都是贏的 黃金也只是小贏阿 石頭也是小贏 經濟上來說 日本這邊是做的比較標準化的一點 資源都贏了1萬多 哇 這個資源真的太好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